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把目光首先放到了东北 东北是当时全国工业最集中最先进的地方 蒋介石占领东北 可以切断我军的外援 趁势南下 同时 东北在张作明和日本人的多年经营之下 经济发展得非常 可以说是全国最肥的地方 当时 东北的局势非常复杂 一般人根本应付不了 于是 蒋介石想到了派张作林的第二个儿子 凭借张家的余威来收拾东北 可是蒋介石舍不得给实权 毕竟 曾经被张学明的哥哥给坑货 蒋介石给张学明都是参议之类的官 名头很大很小 却没有实权 结果张学明当然明白 这是蒋介石不信任 既然不信任我 又何必替你出力 索性拒绝了蒋介石 而毛主席呢 在经过商议之后 也是选择了张 作林的儿子是张作林的第四子张学思 也就是笔者要介绍的人 毛主席给张学思的官职 是辽宁省主席兼军区司令 党政军都交给他一个人 这是对张学思极大的信任 要知道在此之前 1943年时 张学思还只是冀中军区司令部的一个参谋 1944年 也只是进查冀军区平息军分的参谋长 职位称呼越长官越小 这和辽宁军区司令还差好几级 毛主席对张学思的信任是有根据的 因为张学思早在1933年4月就加入了我党 后来又进入马列学院学 后来又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政治上是十分固定的 张学思进入东北后 利用张家的身份 迅速地打开了东北的局面 无论是一些地方武装还是东北的老百姓 对张家还是买账的 也正是如此我军进入东北才站稳了跟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我军取得东北 张学思是要第一大功 也正是张学思进入东北 是毛主席在东 北撤盘旗上 赢了蒋介石一部 1949年4月 张学思奉命创建了海军学习 担任副校长 在新中国建立后 张学思担任大连海军大学副校长兼副政委 1953年又被任命为海军副参谋长 大寿贤时被授与少将贤 然后而来张学思被李作鹏一伙 加以各种墓需有的罪名进行关押 加上自身病情恶化 于1970年5月29日 韩恨离世 终年五十四岁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 为张学思进行了平反 并恢复了其名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央冬ive